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夜聊个透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变装皇后帕洛玛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表演 这一表演被视为2024年法国的写照 于果巴丁 这位成长于法国中部的同志青年 通过变装皇后帕洛玛的身份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了一个多元化 多民族的法国 然而 这场表演却引来了激烈的批评 包括来自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的猛烈攻击 尽管开幕式的艺术总监和参与者多次澄清 这场表演并非嘲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但批评者依然认为这是对宗教的冒犯 帕洛玛和其他表演者 在面对网络骚扰和仇恨言论时 选择专注于那些满怀爱意的正面回应 帕洛玛表示 尽管遭遇反对 他对参加这场不依赖法国陈词烂调的表演毫无遗憾 他强调 这次演出展示的是2024年的法国 而非1930年的明信片 许多人赞扬了开幕式的创意和表演 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基督徒受到了冒犯 特朗普甚至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称这场表演为耻辱 帕洛玛对此回应说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没有反应 那么我们就没有做到我们的工作 他强调表演的目的是展示多元化的社会 而非强加观点于人 帕洛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唯一的遗憾是人们的负面反应 而他希望大家能改变视角 看到表演中的美丽和团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这场充满争议的 奥运开幕式背后的故事 法国变装皇后帕洛玛 巴黎奥运开幕式背后的多元化象征 在法国中部的小镇长大 如果巴丁 Hugo Barden 自幼便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这个世界似乎无法代表他的身份和内心的归属 这种疏离感促使他开始了变装皇后帕洛玛 帕洛玛的表演生涯 对于帕洛玛而言 参加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时刻 这场开幕式展示了一个多元化 多民族的法国 是一个接纳个种族和兴趣向人群的国度 帕洛玛表示 这对法国人民以及法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在这个引发激烈争议的场景中 帕洛玛与其他变装艺术家和舞者一起登场 其中还包括带着银色光环头式的知名DJ巴巴拉布奇 尽管遭遇了来自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等人的批评 帕洛玛依然认为这场表演是一个成功的展示 开幕式的艺术总监托马斯·乔利 Thomas Jolly曾多次强调 这个场景并不是受最后的晚餐启发 然而 批评者将这部分表演解读为对达芬奇描绘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的画作的嘲弄 特朗普甚至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其为耻辱 尽管如此 帕洛玛并没有任何遗憾 他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没有反应 那么我们就没有做到我们的工作 他认为批评是由仇恨引发的 这里的天主教 基督教在哪里 他们的信息不是关于宗教或善良 而是对犹太人 胖人 酷儿和跨性别者的仇恨 这非常虚伪 帕洛胡指出 表演的目的不是要强加任何观点给世界 而是要让人们知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并正在宣示这个位置 他在巴黎的工作室中接受美联社采访 这个工作室专门用于他的变装表演 他表示 我们被指控试图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世界 我们没有 我们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我们正在宣示这个位置 大约五年前 巴丁首次亮相变装皇后角色 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西班牙电影导演佩德罗 阿莫多瓦的影片 帕洛胡在谈到这次开幕式时表示 这本可以是一张1930年的明信片 但相反 这是一张2024年的法国照片 他对于一个不依赖于法国传统陈词烂调的表演感到自豪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这场表演感到满意 法国的一些天主教主教和其他人认为 这场表演冒犯了基督徒的信仰 巴黎奥运会组织者表示 这场表演从未有意对任何宗教团体表示不敬 而是庆祝社区的宽容 帕洛胡目前并不打算对网络骚扰采取法律行动 他更愿意专注于那些涌入的充满爱的信息 尽管每天都会收到成千上万的消息 其中大多数是积极的 但也有一些他形容为暴力的 甚至来自中世纪的 然而 他表示 我唯一的遗憾是人们的反应 我很抱歉 如果有人感到被冒犯 但我们并没有试图模仿或嘲弄最后的晚餐 这不是重点 所以我不能后悔我所做的 我很抱歉 人们只看到负面的东西 他补充说 也许改变一下视角 改变一下观点 试着看到我们所做的美丽 因为这只是美丽 这只是关于美丽 团聚和修复 帕洛马相信 这场开幕式的表演 是一个展示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机会 是一个新的法国的写照 尽管有些人对这场表演感到冒犯 但也有许多人赞扬了他的创意 风格和表演技巧 帕洛湖的全球影响力 和他的表演 无疑为这届奥运会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他的表演不仅是对他个人身份的宣誓 更是对一个更宽容 更包容社会的愿景的表达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 帕洛湖和其他变装艺术家的存在 提醒我们每个人 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空间和声音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法国中部成长的余果 巴丁Hugo Barden 以变装皇后帕洛马 帕洛马知名广为人知 从小时候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 然而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这场开幕式 旨在展示一个多元化 多文化的法国 接纳个种族和性取向的人们 帕洛马参与的表演 引发了激烈的批评 包括来自美国前总统的唐纳德 特朗普的指责 承该表演为耻辱 尽管帕洛马与其他表演者 曾多次澄清 这个场景并非受最后的晚餐启发 但某些批评者还是将其解读 未对达芬奇名画的嘲讽 帕洛马因获得 法国变装皇后秀冠军 而广受关注 他在开幕式上 与其他变装艺术家和舞者一同登台 还有知名DJ巴巴拉 布奇 Barbara Boch 参与 布奇已针对网络虐待和骚扰 提出投诉 目前巴黎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帕洛马目前并不打算对网络骚扰 采取法律行动 他更愿意专注于那些涌入的 充满爱的信息 他每天都会收到成千上万的消息 大多数是积极的 但也有一些他形容未暴力的 甚至来自中世纪的讯息 尽管面对反对声音 帕洛马并没有任何遗憾 他为参加一场不依赖一系列 法国陈词烂调的表演 感到自豪 认为这张开幕式的照片 是代表2024年法国的一个真实写照 批评者主要来自法国天主教主教 和其他宗教群体 他们认为基督徒受到了冒犯 尽管巴黎奥运会组织者表示 并未有意对任何宗教团体表示不敬 而是希望庆祝社区的宽容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 对这个所谓的 最后的晚餐场景 表示不满 称其未耻辱 帕洛马对此回应 他认为 如果特朗普没有反应 那么他们的表演就失败了 他认为 批评声音是由仇恨引发的 指出这些批评者的言论 并不关于宗教或善良 而是对犹太人 胖人 酷儿 和跨性别者的仇恨 是非常虚伪的行为 他强调 他和其他表演者 并未试图将自己的观点 强加于世界 而是希望让人们知道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席之地 他们正在宣誓这个位置 帕洛马在接受 美联社的采访中流露出 他对表演的热爱 和对改变人们观点的希望 帕洛马五年前 首次亮相变装皇后角色 他的名字灵感 来自佩德罗·阿姆多瓦的电影 当被问及 是否有任何遗憾时 帕洛马表示 他唯一的遗憾 是人们的反应 对于那些感到冒犯的人 他表示歉意 但强调他们并未试图模仿 或嘲弄最后的晚餐 他希望 人们能改变视角 看到他们所做的美丽 因为 这只是关于美丽 团聚和修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绝对 是一次历史性的时刻 这是法国多样性 与包容性的鲜明展示 帕洛马和他的团队 不仅仅是演员 他们是社会变革的象征 这让我想起了 马丁路德金的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一样充满了力量和希望 谁能忘记 1963年那个炎热的夏天 人们集结于华盛顿纪念碑前 为了更好的未来而高喊 今天的帕洛马 无疑是在用艺术的形式 延续这种精神 为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发声 楚天书 你说的确实感人 但这场开幕式 让很多宗教团体感到冒犯 这就像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 激进的革命者砸毁教堂 焚烧宗教圣物 法国革命是法国人 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象征 但某些过激行为 却也带来了无尽的伤害 帕洛马和他的团队可能并无恶意 但忽视了法国和世界上 仍有很多人对宗教的深厚感情 这难道不是一种失策吗 谢奇奇 法国大革命的却有其黑暗的一面 但我们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人权宣言 共和理念的确立 就如同今天的帕洛马 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满 而否定整个事件的价值 事实上 根据2019年的一项调查 法国有65%的人口认同 或支持LGBTQ家群体的权利 这次开幕式正式对这一比例的回应 反映了当经法国的主流价值观 艺术从来都是挑战传统的 毕加索的作品在当时也曾受到猛烈批评呢 楚天书 毕加索的话固然具有革命性 但他可没有直接挑衅宗教信仰啊 你提到的65%的数据是好的 但这也意味着仍有35%的人 可能感到不适合被冒犯 民主社会讲究的是尊重少数人的声音 就像法国人拿破仑在制定拿破仑法典时 他考虑到各种利益群体 实现了相对的公平 帕洛马的表演也许是对多样性的赞美 但在一个全球性的舞台上 是否应该考虑更多元的感受呢 谢奇奇 正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舞台 我们才应该勇于展示多样性和包容性 这正如美国民权运动中的罗莎·帕克斯 他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拒绝让座 却成为了反对种族歧视的巨大象征 帕洛马的表演也是在告诉世界 不同的声音和身份都应该被平等对待 若我们总是担心冒犯某些人 那社会进步怎么来 我们难道要永远停留在狭隘的传统中 无法突破吗 楚天书 你说的社会进步我并不反对 但进步应该是全体社会的进步 而不是忽视一部分人的感受 罗莎·帕克斯的勇敢行动确实引发了变革 但他的行动是基于平等的诉求 而不是挑衅他人的信仰 就像古罗马的奥古斯兜 他在重建罗马社会时 平衡了各方利益 才使得罗马帝国达到了鼎盛 帕洛马的表演若能更好地平衡各方的感受 相信会有更多人愿意接受和支持他的理念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竟然上演了一个 引起广泛争议的场景 这可真是个大新闻 变装皇后帕洛马 帕洛马 也就是雨果 巴丁 Hugo Barden 用他那五彩缤纷的高跟鞋 踢出了一个全新的法国形象 一个多元化 多种族和各种性取向共存的法国 这个场景对他来说可是意义非凡 毕竟他一直觉得自己在法国找不到归属感 他心中的法国早就该脱下传统的法棍和贝雷帽 穿上更加包容和多样的服装了 不过 帕洛马这一举动可没少惹麻烦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上指责 这场表演是耻辱 而法国天主教主教们也对这场表演大胃不满 尽管开幕式的艺术总监托马斯 乔丽 Thomas Jolly 多次澄清这个场景与最后的晚餐 无关 但批评者仍然不依不饶 帕洛马和其他变装艺术家们的出现 尤其是那位银色光环头式的DJ巴巴拉 布奇 Barbara Butch 成了众使之的 以至于布奇还要报警处理网络骚扰问题 帕洛马则显得淡定得多 他选择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充满爱的信息上 而不是那些中世纪式的暴力言论 他似乎很清楚 当这种争议引发强烈反应时 恰恰证明了他们正在打破某些僵化的观念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没有反应 那我们就没有做到我们的工作 他这话简直经据频出 让人忍不住为他鼓掌 对于那些指责他挑衅宗教的人 帕洛马也有话要说 他认为这些批评者的真正动机其实是仇恨 而非捍卫宗教信仰 这里的天主教 基督教在哪里 他反问道 这些宗教应该传递的是善良和包容 而不是对犹太人、胖人、酷儿和跨性别者的仇恨 这种批评与其说是宗教的保守 不如说是社会的虚伪 帕洛马的出现 不仅仅是一个变装秀的成功 更是一个象征 象征着新时代的法国 象征着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社会 他没有任何遗憾 唯一的遗憾是人们的反应 他希望人们能改变视角 看到这场表演的美丽、团结和修复力量 而不是只看到负面的东西 这样的呼吁 无疑是对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的一个美好期望 总结来说 这次奥运开幕式的争议 从某种角度上讲 正是法国多元社会的一个缩影 帕洛马和他的同伴们用他们的表演 挑战了传统 激发了讨论 这正是艺术的力量所在 尽管批评和反对声不绝于耳 但这场表演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另一个法国 一个更加多样和包容的法国 正如帕洛马所说 这是2024年的法国 不再是1930年的明信片 希望这场争议能让更多人反思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